今天我要讲的这件事因为比较离奇 所以我必须说是6月21号阳城晚报上看来的消息 广州啊这个期货界有一个很有名的操盘手叫刘增成 这个刘增成啊看来这方面确实是比较厉害 在什么全国还有那种期货操盘那种比赛 他得什么亚军呢得继军呢很有名 但是近日呢这个他被警方拘捕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前妻啊指控他 他涉嫌拘禁他的前妻拘禁在一别墅里 而且现在这个记者还得知呢 就这个别墅在从化啊 在广东从化 就他在这个别墅里除了拘禁他的前妻之外呢 里头还有两个女人 这故事就从他前妻的口吻来说啊 他这个前妻呢 这个原本啊 呃又漂亮又自信 呃原本做服装生意的 自己也有一些房产有一些商铺 那是挺不错的一个女性 后来有一次碰到这个刘增成 刘增成跟他介绍啊 说他是公务员 也做一些这个期货的交易 然后就对他展开追求 俩人就好了呗 好了呢 就结婚了吧 然后这个女的 他真是把金钱和感情 据他自己说呀 都给了老公啊 这就像很多中国女人 中国这个事业有成的女人所做的一样 就是他拿他自己的这个钱啊 帮着刘增成注册了这个公司 就进行这个期货操盘的这个交易的公司啊 而且呢 甚至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 把自己的房产商铺卖了什么抵押贷款呢 也要帮他老公的这个公司 那成立这个公司呢 哎也像是中国很多这种夫妻模式啊 老公是董事长 那他这个前妻呢 就是总经理负责这个对外跟客户们打交道 后来他前妻就怀孕了啊 大着肚子还在为这个公司忙前忙后 可是后来有一天 这个刘增成跟他这个前妻 当时还还还是夫妻了 跟他前妻就说 说你啊 现在要进入我的操盘团队啊 原来他这个前妻 不是在他这个操盘团队 为他做事的 说你现在我这个操盘团队需要你 那既然你要进我这个操盘团队呢 你就得住到我在从化的那个别墅里去 那既然你要住到这个别墅里呢 有件事情应该让你知道了 所以这里边啊 还有一个伏笔 他们俩结婚之后呢 什么一个生活模式呢 周末夫妻 这个现在我听说的也挺多 就是有些夫妻一结婚呢 周一到周五夫妻俩各住各的地方 平常可能工作呀 或者是个人空间呢 这些原因吧 然后周末才在一起 所以这夫妻俩呀 一直都是周末夫妻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刘增成把这个真相给他一揭晓 他才知道另有情况啊 他到了这个别墅 他才知道 这别墅里还有两个女人 一个叫林某 一个叫李某 林某啊 已经给这个刘增成生了俩孩子 已经跟刘增成生活了二十多年了 而这个李某呢 也跟刘增成生活了得有九年了 而且这个李某呢 也怀孕了 就跟他这个前妻啊 这个预产期可能就相差一个月 反正还是多少天 就几乎是同时 这家伙晴天霹雳 可是让人觉得非常奇怪的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报道中啊 还有很多我们未明的地方 需要到时候警方看怎么说啊 就是他这个前妻呢 不但是进了他的操盘团队 住进了他的这个别墅 而且啊 还跟刘增成离了婚 离了婚不是因为发现 他另外还有俩女人在这儿 愤而离婚 不是啊 他这个前妻 我的天 这个忍辱负重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离婚是为了让刘增成 跟那个怀孕的那个李某啊 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生的 这不管跟哪个女的生的 都是女儿 这个刘增成多少年前 还有一个原配的一个妻子 那个当然已经离了 所以这总共加起来啊 他这是 一二三四 这叫四个女人的关系 当然 就是说要跟这个李某结婚 为什么要跟这个李某结婚呢 因为 有可能这个 他当时觉得 这个李某肚子里怀的 是个儿子 是个正主啊 以前生的都是女儿 所以 他 跟这个刘增成离了婚 是为了让刘增成 跟这个李某 就是以为怀着儿子的李某 结婚 哎呦 这在有些三七四妾的家庭里 都被认为是十大体啊 有富得啊 好 反正就是 结果最后这个李某生出来呢 也是一个女儿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种奴役的性质 这个啊 有的女人 她在跟一个男人 有了某种关系之后啊 很奇怪 我听到的这样的事情啊 不止一桩了 就是 这个男人 有老婆吧 这个女人 成了她的情妇吧 而且 成了她的情妇之后 她竟然就 是感情啊 还是一种什么 这男人的这个淫威 还是这个男人的一种暴虐 反正这个女人啊 就可以在这个男人的公司里 不拿工资 为这个男人打工 你说 真是有这样的 这起例子当中 这个所谓的前妻 就是这样啊 哎呦 她的这种这个操盘的这种工作呀 在她这个别墅里啊 也是高压性质的工作呀 她就为了这个刘增成 在这个别墅里 那俩女的林某和李某 也都是她操盘团队里的 所以这个 等于仨女的帮着这个姓刘的 这操盘手打工 你说她操盘 她把这女这几个女的也操纵起来 就为她进行这个期货操盘的这个工作 等于为她打工 为她生孩子 四个人住在这个别墅里 你说这是一种什么状态 后来呢 她这个前妻啊 当然也是不堪忍受 就是说她想过逃 逃过 逃走了以后啊 这个刘增成啊 要不说我觉得这种操盘手啊 是不是操盘 成功的操盘手 是不是天生这种操纵欲 控制欲也极强 这个前妻非常害怕 因为她发现 这个刘增成啊 好像是知道她跑到哪个城市 她不管跑到哪个城市 甚至是乘坐什么航班 好像这个刘增成都知道 她跑了将近一个月之后 她跟她的母亲 这母女俩回到广州 有一次想把他们的车卖掉 就在在某某某某个街道 要卖车的时候 猛然间 这个刘增成 突然出现在她身边 把她又掳回这个别墅 回去了之后 你这不是跑出去了吗 拿铁链子捆绑她 毒打了她两天 然后以为她老实了 就把她放了 继续在这个别墅里 就给她打工 她妈这个前妻的 这个这个母亲呢 报过警 警察也到这个别墅里来过 但是杨成晚报这个报道 就说呀 阴错阳差 警察在别墅里巡视的时候 愣没有进去 这个绑着她前妻的 那个房间 所以就没发现 后来她这个前妻 是怎么获救的呢 是她母亲在外头 她母亲一直想救自己的女儿啊 偶然碰到了一帮年轻人 说这个这事太离奇了 说年轻人打抱不平 帮着她妈呀 救女儿 打烂了别墅的大门 救出她的这个女儿 也就是咱们这个文中所说的前妻 进去这个别墅之后 还有戏剧性的场面 就是说刘曾成拿着刀 夹着她的这个女儿 说跟她妈说 你问问她 她是愿意跟你 还是愿意跟我 这时候她妈在这帮年轻人的帮助下 不顾尤芬说 把自己的女儿抱上就跑 就走了 当然就走了出去 现在是她的前妻报警嘛 所以警方就根据她这个前妻的这个报警 拘了这个刘曾成 这个事情 真是这样吗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假如是真的 我怀疑啊 被拘禁的这几个女的 是不是有所谓 有一种症状 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什么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知道的朋友就知道 不知道的 咱们下回再说 我或许会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日快乐 水日快乐